早上八點多 李前總統的女兒李安妮 戴著墨鏡一身黑 跟先生賴國舟現身追思會場 凌忘爸爸的照片 久久不能自己 總統蔡英文隨後也來了 神情哀妻 深深三鞠躬表達哀悼 行政院長蘇貞昌 副總統賴清德 緊跟在後嘴裡念念有詞 似乎有許多話想要說 紙條上賴清德寫著 衷心感謝為臺灣的奉獻 蔡總統則寫下 民主臺灣有您永恆看顧 十個字道盡對阿輝伯的思念 與無限感傷 84歲的前章話 縣長黃石成也現身 手頻頻顫抖 還是要把紙條貼上 我用臺灣總舵手來形容 民眾難過哽咽 臺北賓館的追思會 將由八月一號一直持續到八月十六號 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開放民眾哀悼 永遠都會留在我們的心裡 講到一半忍不住眼眶泛淚 這場追思會 馬前總統和前國民黨主席 吳敦毅都來了 大部分的人都留下紙條表達心意 但馬英九卻例外 直接搖頭制絕引發外界無限聯想 另一頭臺北榮總懷安堂內 則拍到疑似李前總統孫女李昆寅的身影 抱著小孩現身 而美國白宮則是用官方推特發聲明 稱讚李前總統是現代民主體系的破壞者 在今日對區域事件而言 是一個耀眼典範 將會用名人心 下輪訓練台北最好報導